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们来迅速看一下MeWi的这个操作功能 这边网址是mewi.com 进来之后呢,它会先带来到首页 它跟Facebook很像,像首页 我现在是把它切换到 简体中文,因为它没有繁体中文,在这边 里面的设置 右上角这边就有一个语气的切换 然后 一进来是在 左上角的这个Home Home里面呢,你在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看到所有朋友的动态消息 这边有个切换按钮这里 所有 所有就是包含粉丝页的讯息 群组的讯息或好友的讯息都在这里 它有个好处是你选择通讯录的话 这边就会全部显示你的好友的讯息 在你的动态墙 如果选择组,组就是group 群组的意思 这边就会列出你加入的群组的讯息 所以这边很方便去切换 Pages就是粉丝专业的意思 这边就可以看到所有粉丝专业的讯息 如果是你的个人页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 这是你自己 你点一下 或者是你点头像 这边有个我的简历 它一样是在这一页 这一页你就可以自己去更改你的头像 还有你的封面照片 这一页就是你看到自己的所有都是自己的讯息 如果你现在切换到首页去的话 然后你去切换 所有 如果看到你的好友 点击 你的好友 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好友的 个人讯息 他发的所有的个人讯息 那这个聊天 一对一聊天的画面 这边 你看跟对方一对一聊天的画面 这个组就是 观看所有的群组 这边有所有你加入的群组都在这里 像这个是我自己建的群组 怎么建群组呢 我们进到这个组的时候 这边就会有个加号 或者是这边有个加号 点击就可以去建立新的群组 Pages就是粉丝专业 这边就可以列出所有的粉丝专业 你自己的或者是你加入别人的 追踪别人的都在这边 这边有个New Page 或者是这个 一样 点击之后就会自己去新增一个新的粉丝专业 粉丝专业要付费 每个月1.99 一开始有30天的免费试用 然后这边有个活动 活动目前我自己没有用 它就是一个形势力的功能 可以去行增 事件 那这个事件可以 Private 就是 私人的 Open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Store 商店 这个商店就会列出 这个MeWe 这个平台的 订阅功能 都可以在这边购买 像这个MeWe Premium 每个月4.99 4.99美金 如果你点击之后 他就可以列出 这个 4.99美金包含什么东西 像他有讲说 你可以用那个 语音跟这个视讯跟别人通话 然后有100G 免费是只有8G 所以他这个Premium有100G 的空间 这边有写 Click here 30天 免费可以试用30天 底下这里 订阅字 这边 这个就刚刚的Premium 4.99美金 然后这边有 Pages Subscription 就是 粉丝专业 点下去之后 他告诉你 粉丝专业每个月1.99美金 这边可以点下去 购买 因为我已经买了 所以这边就 有一个管理 管理就是 点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跳到 这个管理页 这边就是我已经购买的 部分 取消订阅 下个月 他就不会再扣款了 那这边有一个 曾经购买的这个历史记录 就留在这边 我们再回到 Store 商店里面去 再去看一下 上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贴图啦 我个人是 没什么兴趣 然后这里是 这是语音或视讯的通话 点开来他这边就有 描述 语音或视讯通话 每个月1.99 这个是单纯的 Cloud Storage 就是云端储存空间 3.99到14.99 这边就有写 50G 3.99 100G 5.99 500G 14.99 我们再回到home 首页 右边这边 MyStory 现实动态 Stories 现实动态 然后当你在贴文的时候 跟脸书一样 你在贴文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 我的通讯录就是你的好友可以看到 或者是比较亲密的朋友 或者是 完全公开 然后这边可以勾选 Default 预设值是什么 像我勾选预设完全公开 我之后po文的话 预设就是完全公开 然后他文章里面如果有下标签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文章里面有下 警号牛奶爸 那我只要点选这个警号牛奶爸 这边就会出现 我从标签里面过滤出来的所有有 相同标签的文章 就会跑出来 我觉得他这是最大好处 大概就这个样子 他的使用界面其实蛮简单的 这个就是MeWe的一个操作方式 Hello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 从香港红到台湾的一个社群平台 他叫做 MeWe Me就是我 M1 We就是我们 W1 MeWe 这个平台呢跟Facebook 的旧版 长得非常的像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红 最近从香港一直红出来 红到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我在部落格写的这篇内容 那 Facebook呢 他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 但是许多的账号 无故被封锁 包含牛奶爸 我自己呢在2012年的时候 被锁 账号被锁 那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也没有详细告诉我 然后我这个账号 一直去申请 救回来 一直救不回来 最后呢 只好重新办一个 所以我的 Facebook账号其实是在2008年就启用 那时候是英文版 结果 我的新账号是在2012年呢 重新申请 所以旧账号就真的不见了 然后再加上啊最近这个 审查言论和 美国总统大选 出现了很多 以偏概全的讯息 这让非常多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 那渐渐呢就有人因此 弃用了这个Facebook 就改用MeWe Facebook呢因为禁止美国总统大选 候选人川普的许多消息的传播 并且对这些用户的言论进行审查 他就让更多川普的支持者或保守派很反感 这个也是促使很多人改用MeWe这个比较自由的平台 这个很像哦2020年初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 Line at 就是Line官方账号 很多人把它移到Telegram的状况有点类似 不过呢Line是通讯工具为主 那Facebook呢是以公开贴文为主 所以这个关系就有点像Line 然后有很多人迁移到Telegram这个App Facebook呢很多人迁移到MeWe这个社群平台 那MeWe这家公司呢 它是在2012年成立的 和Facebook类似的这种社交平台 那他的创办人表示 他自己说啊 MeWe呢他不会有广告 然后也不会过滤内容 也不会去泄露用户的资料给第三方的网站 那没有广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网站的营收 全部都是靠用户来付费订阅的 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意思 那用Email呢 或手机呢 就能够去注册账号了 所以 如果你不想透露你的手机号 你觉得手机是你的隐私的话 没关系 你就用Email去注册 就可以马上登录了 非常的方便 那不过呢 目前虽然有中文版 但是没有 繁体的中文 它只有简体中文 还有一些 英文啊 日语啊 德语啊 法语啊 等等 欧洲语系的国家 都有 那这个我在 部落格的这个图片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 底下我会放 如果是Podcast的用户呢 你可以看 底下拉到下面去 我有放连结 你可以连结到我的部落格 这文章来看里面的图片详细的说明 好 那登录之后啊 申请完一个账号登录之后 它的 版面跟Facebook的以前的版本 真的很像 那现在的脸书 Facebook的版面太多功能 而且太多广告 显得特别的杂乱 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像以前很干净版的那个时候的Facebook 那个人账号有8G的免费空间可以用 这个8G呢 主要是说你在上传 你在贴文的时候会上传照片跟影片嘛 那这个都在8G的范围以内 你都不用付费 那如果说你觉得8G不够你用了 那你就要去付费购买它的订阅字 就是 每个月3.99啊 或是每个月4.99啊 那你就可以扩充功能 那我们在图片上面也有截取 就是它的订阅字呢 有 4个 比较主要的订阅功能 我们等一下再逐一来分析一下 如果呢 你想要一直免费使用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就不要上传太多的照片或影片 只要你控制在8G以内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自己的 Wordplace.com的那个网站 我去注册免费的部落格 就是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牛奶爸网络创业的这个部落格 这个部落格其实呢 它免费有3G的容量 可以上传你的照片 那影片不需要上传到这里 影片我都上传到那个YouTube 我再迁入到我的部落格里面 所以这个图片其实很小啦 了不起一张图就是几K 几百K啦 那几百K你要用到3G 这个用好久 我已经用10年了 到现在才 不到1G 我已经写了 600多篇部落格了吧 其实图片不会占掉太多空间 所以3G用了10年没问题 除非你真的每一篇都很多图片 所以这边有8G 它提供你8G的话呢 其实可以用蛮久的啦 好然后我下面这张图片呢 就是 它其中的一个服务叫做 MeWe Premium 就是升级版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就可以有 语音通话跟视讯通话的功能 免费版是不能够语音跟视讯通话的 那如果你是买Premium的版本的话呢 它就有语音跟视讯通话再加上扩充到100G的空间给你 100G的 Cloud Storage MeWe Cloud Storage 这个功能 那它提供你30天的免费试用 如果30天过后你不想用的话你就把它取消 就不要因为它是订阅只是每个月扣款的 那另外呢下图这个图片呢就是 观看自己用掉了几G 就是在 右上角你登录之后右上角都会有自己的图像嘛 你的profile啊 你的个人档案 点击下去下拉就会有一个MyCloud 就是我的云端空间 它就会显示出你目前剩下 总共8G免费然后用掉了几G 它都会显示在这边 那如果你不要Premium的功能呢 单纯想要扩大储存空间的话 那你可以只订阅这个 Cloud Storage 就是云储存的空间 那它的价格呢就是 有每个月3.99 那就是50G 每个月5.99 那就是100G 或是每个月14.99 那就是500G 这个空间大小 可以去善用 那以这个看起来的话 每个月5.99100G 那刚刚那个Premium才4.99就有100G 而且又有语音通讯 跟视讯通讯的功能 那当然是Premium比较 划算啦 好 然后底下呢这边还有讲到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语音通话或是视讯通话的话呢 那你就要 直接买这个 每个月1.99的就可以了 单纯这个功能 好然后呢 在下面这张图 和Facebook类似 它有分成首页 个人页 首页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涂鸦墙上面看到你的所有朋友的动态嘛 那当然现在脸书 大部分看到的不是朋友的动态 而是先看到广告 广告是太多了 那个人页呢 就是右上角人头 点下去 里面下拉就会有个我的profile 就是你的个人页面 里面就是看到你个人的讯息 或者是呢你去点你的好友 点他人头 那也会进入到他的个人页 这个方法跟脸书 Facebook其实是一样的 好然后 下图这张图是说在首页的部分 首页的部分 它的展示就是中间有朋友动态 然后右边呢 有限时动态 所以他也有限时动态 这个也是免费的 限时动态是免费的 然后左边有聊天室 就是跟你的好友 做一对一的聊天 就是点进去 用手 用那个文字聊天 如果是免费的话 就只能用文字聊天 不能够语音 或者视讯通话 那除了一般好友个人页之外呢 在 和Facebook一样 他也可以去新增 粉丝专业 那他英文就叫page 粉专业 不过这个就必须付费 而且他没有免费的空间 那一旦你开启这个粉丝专业的话呢 一个月要1.99的美金 但是他一样有前30天的免费试用 那我是已经把它开启了 就是用看看 也相当于2块美金的话 一个月就大概 五六十块 这个 试用看看 反正不用我们就退订就好了 因为他订阅制一个一个月收的 然后再下来 我有一个结论的比较 大家可以听听看 就是Facebook跟 MeWi他的比较 第一个呢 Facebook他的营收 他就是依赖广告收入嘛 所以你 没办法一定会看到很多广告 那MeWi呢 他主要就是靠使用者付费 你要订阅他的各种服务 那你就每个月就多几块 多几块的美金 那第二 Facebook因为他的 自然触及率 现在降得很低 所以你再怎么写文章 看到的人呢 就很少 假设你有5000个粉丝 可是看到 写一篇文章看到的人呢 搞不好连500个都不到 可能连100个 因为触及率大概1% 2%啦 就是要看你的粉丝 跟你的黏着度到底高不高啦 不过这个触及率真的是低 非常非常多 所以 因为他为了卖广告嘛 没办法 他就是要你 买广告曝光 所以他故意让你触及率低啊 那MeWi他自然触及率很高 因为他没有广告 只要是你有订阅某个粉丝页 或者是你跟某某人家为好友 那基本上 在你们的首页动态墙上 都可以看到你的朋友 但是因为目前这个MeWi的使用人口并不多啊 所以就算他的触及率再高 也没有人看啊 除非你的粉丝全部都转换到MeWi这个平台来 那而且你都已经他们都已经订阅你了 已经变成你的粉丝都追踪你了 那你在这边发文的效果当然是非常好 他跟这个Telegram很像 在年初的时候啊 有很多股票老师 他们就使用Telegram去招收这些有兴趣的人 加入他们的粉丝嘛 应该说很多人不知道Telegram 是因为这些股票老师去号召 然后推广这个Telegram 因为Line官方账太贵了嘛 所以 Telegram群发不用钱嘛 所以他们就叫他们订阅订阅订阅我的Telegram的频道 好 因为 粉丝有需求 比如说这个股票老师他就是很会报名牌啊 所以当然很多人追踪他嘛 那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号召 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使用Telegram 否则大家都用Line啊 谁要用Telegram 所以 除非你的影响力非常大 你的粉丝非常想要追踪你的讯息 那OK你就可以跟股票老师一样 来 我有我的MeWe平台 请追踪我 那你的粉丝呢就 什么是MeWe 好吧 那我就做这个账号吧 因为我为了要追踪你 除非你有这个能耐 你有这个影响力 粉丝非常的想要看你的讯息 把你的粉丝全部转移过来 因为你只要Po完他们一定会看到嘛 而且又免费嘛 那当然你自己要付点费用 你可以用粉丝页 那 这个方法就可以 拓展你的影响力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把他们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未来使用人口 渐渐变多了 这样才好玩嘛 如果没有人就玩不起来啊 你的朋友如果没有在这个平台 大家就玩不起来啊 因为他没有广告刊登的行为 所以 未来我们要做行销的话呢 我们要靠的是什么 他不能登广告嘛 所以我们靠就是内容创作 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那比拼的是什么 就是要靠内容实力呀 而不是靠广告的曝光力了嘛 那这可以省下很多广告费 因为他靠的是你的内容力 不过 内容的产出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自己写啊 一种就是花钱请写手帮你写 所以如果说未来很竞争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大公司 他可以请很多写手来写内容 来拍影片 那小公司或者是个人创业者呢 你就只能够靠一己之力啦 一个人 但是呢 至少啊 可以依靠这个知识和创意 来和这些大公司 比拼一下 不至于说像脸书 Facebook 用广告曝光就被打趴了 因为大公司一下广告一个月可能上百万上千万 同样的性质的卖家 卖相同产品的卖家 小创业家一个月顶多花个几千块 几万块曝光 根本就打不赢那些大公司 所以在MeWei上如果说将来人真的 真的比较多之后 靠内容创意 来 跟大公司还有这个比拼的机会啦 好那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 如果你对这个MeWei也很想要了解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来加我好友一下 以后呢 我们在MeWei上面就发一些讯息 大家来玩玩看 我也希望大家来号召大家一起来玩 这样把人数壮大了 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这一个平台 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行销效果 好我是牛奶爸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